光訓字呢 你看一下 它有那一個豆皮 現在問老師就是說 這個什麼毛病 是原來瘦的這個 算是葉的管 葉管中間 這樣把它拗下去 就是它正吃蔥啦 這個蔥子 蔥子在 蔥子說的 中間拗一個月下來的這種 這通常是 非常標準的一種疫病 我們看到這個疫病 多數就是這個地方 就這樣後一過 你把他拉起來 在後一過的地方都會去看到 有一個有一個 那種叫做菌水添到淡淡這種的 這種情形 所以你如果是在這個管理上 就要稍微來幫你注意一下 尤其你若是 比熱人那時候有稍微去染到 他就有可能一段時間過他自己的 還好 但是濕度又撐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他空氣的濕度就撐起來 他在那裡就要拗下去 拗下去有時候你最多看 他那個地方 比較嚴重還是濕度比較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看到一個成果成果白色的 那種 那種 包包子的這種 那種 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一般來說這個白痕 我們當然是在25度左右 起立 他就很容易來發生 只要濕度比較高 濕度比較高 就很容易來改這三星 有的說這尊就沒有25度 沒有25度 但是你有夠濕度有夠高 濕度有夠高 濕度有夠高 他就很容易來改發生 所以 你可以利用這個亞磷酸青氧化炸 其中的這個東西要增加他 算增加薄 因為有人說噴磷酸一炸也有效 那磷酸也有效 這個度數是這樣 只是我們在用這個 疫病的藥的時候 有時候就說 有啊 疫病的藥 我有在傳播 你說的我都知道 達美芬 亞托民 客收心 三佛民 百客民 一直黏過 這些藥都在用 但是這個效果不可以說很好 也是一樣 還有一塊 但是你會發現說這兩個是不太一樣 怎麼說這不太一樣 有時候他生到疫病 疫病之後他那個空水是真菌 真菌呢 我們把他這個危害 這個真菌危害過期之後 他就比較容易刪成這個這個 因為有這種的 有一個標明就叫這個 他就把它破壞掉了 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真菌 很困難把它破壞掉 破壞掉之後 他的那個所在就 很容易就是 簡單說就是說有一個空水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你是不是跟藍一點像加勢銅 還是三合油酸銅 還是說多保鏈美術 還是公典美術 一種東西 保鏈美術 這種東西你把它加在增 就是說加一個這個東西 尤其你如果是疫病在嚴重的時候 牙托民也好 還是說曬座妹也好 還是這個佛比拔克 這都我們最常用到 甚至我們用童幼妹達樂 這很多人會說童幼妹達樂 比較好用 但是不一定 因為這妹達樂 他通常比較擁有抗藥性 因為他的用固 這個藍子 以前很好用 所以太多人用的他就比較擁有 這個抗藥性 所以有時候 要把這個疫病抵下來 比較好 但是你的人在用 這個重點有什麼 他會因為說 童幼妹達樂 還是童妹達樂 更好 我應該是因為他加一個檔子 這個檔子 加掉的時候 這個表面就比較容易我們穿下去 你就看到他的檔子 就不會再溫暖 再溫暖下去 所以你在放在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就好了 大致上 這是這種的得力 那麼這個疫病 嚴重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不是說只有孓燃 這是紅 那個藍子 剛才說 頭上白白 後面開始有黑線黑線那種灰色的 有的說灰色 不是 它那裡沒法摸 這通常就是一個夫婦那種東西 在那裡就很容易去造成我們很大的損失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來說 在這個季節 在這個季節 比較不容易産生 這個疫苗在那裡大夢 比如說 現在早上起來 夢不不開 這種的情形就比較容易産生這個營業 所以這有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